小明开了一家跨国运输公司,主要用集装箱进行海上运输。 如果租赁小明公司的集装箱,公司会免费提供特制的箱子打包。 每个特制的箱子的底部长5米,宽1.5米,高2米, 且必须底面朝下放到集装箱里。 集装箱长15米,宽3米,高4米。 那么请问一个集装箱最多能放多少个箱子? 有很多种方法计算出集装箱最多能放多少个这样的特定的箱子。 第一种方法是数个数法。 我们先画出长5米,宽1.5米,高2米的箱子。 一只集装箱长15米,每个箱子长5米。 所以集装箱的长度正好是三个箱子的长度。 我们再画出两个5米。 集装箱的宽是3米,每个箱子是1.5米宽。 那么集装箱的宽度正好是两个箱子的宽度。 集装箱的高是4米,每个箱子高2米。 所以集装箱的高度正好是两个箱子的。 我们把集装箱的示意图补充完整。 现在我们可以直观地数出箱子的个数了。 沿着集装箱的长,可以放1,2,3,3个箱子。 沿着集装箱的宽,可以放1,2,两排箱子。 我们乘以2。 沿着集装箱的高,可以再放1,2,两层箱子。 再乘以2。 2,3得6,2,6,1,12。 所以一个集装箱最多可以放12个箱子。 第二种方法是体积计算法。 题目中提到了箱子是特质的。 所以这些特质的箱子可以刚好放进集装箱里。 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每个箱子的体积和集装箱的体积。 从而得出集装箱能够放多少个箱子。 当然,前提是箱子不能扭曲来放。 好在箱子是特质的,正好放进集装箱。 集装箱的长、宽、高分别是15米、3米和4米。 集装箱的体积等于长乘以宽再乘以高,就等于15乘3乘以4。 15乘以3等于45,再乘以4就等于180立方米。 箱子的体积是多少呢? 每个箱子的体积等于5乘以1.5乘以2,就等于1.5乘以2等于3,再乘以5。 最后就等于15立方米。 用集装箱的体积除以每个箱子的体积,得出了箱子的个数。 180乘以15,就等于12。 所以,一个集装箱最多能放12个箱子。 可以看出,无论哪种方法,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